据说我在骑视网一直有一个称号 叫做买车宝彩 因为他们老是对我说 你买车的时候眼光可真是个宝彩 我们捡到鬼了 注意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呢 我估计得追究到我的一段隐秘的往事 因为在好几年以前呢 我买过一台贝纳利的502C 后面转二手卖的时候呢 亏了一点亏的比较多 后面就吃一线长一质嘛 新车比较亏 那我就买二手车 后面我就买了台二手的752S 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啊 又亏了一点点 那么我心想国产是不是都不保值啊 那我就得去买进口车 而且得是热门的进口日系车 肯定保值的不得了 所以我一咬牙又在今年的五月份 以46,800的全款买了一台R3 然后我就用买车宝彩这个称号了 现在大家买车的时候呢 都要问问我 这个车你想买吗 不想买啊 不想买我们就放心了 R3这台车作为全球文明已久的热门车款啊 如今在国内上市没多久就要搞促销 真的是让我和我的钱包都唏嘘不已啊 但是让我更没想到的是 压倒这一台车的最后一颗稻草 竟然是它的血肉心棚 手足兄弟啊 被刺了R3呢 因为大部分基于同一个车架和发动机平台开发的 中小排量街车和跑车啊 他们的产品力是很接近的 差价呢也比较小 一般控制在2000到4000之间 详情呢可以看一下啊 目前本田和传奇他们跑车和街车的定价 而03和R3之间呢则整整差了7000块钱啊 啊 这一波操作就非常的壮烈啊 反手就把自己家兄弟给记得添 那这个定价逻辑呢 可能也影响了本田啊 只不过它是一波反向模仿 反手就加6000 不愧是本田 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 那么说回03啊 39,800的价格 不说它多便宜吧 其实杀伤力肯定是不低的 它作为一台进口的大帽车型啊 比同样是运动街车定位的 合资国内生产的CB400F只贵了800块啊 比起它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贼400呢 要拉出了7000块钱的差价 当然这个定价呢 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家的R3啊 不过如今R3也是在之前的天青蓝版本上 进一步降价了 所以说它目前的价差并不是那么大 而且除开以上的几位对手啊 国内还有一个跟03有迷之羁绊的凯越321R 那么这四台车呢 可能也是大家在面对03时 最主要的斟酌对象 你们为什么不提390啊 因为我觉得390那个车子啊 和这几位的交集啊 可能就只有在价格上了 所以啊 我们今天针对于MT03的评价呢 也会在这几位的配动下展开 MT03外形的时候呢 我似乎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亚马哈他们的跑车系列 也就是YZF2家族的外形呢 做的是越来越低调 越来越儒雅随和了 而MT家族的造型呢 却是越来越放飞自我 从一开始的大冰脸啊 到咪咪眼 最后直接就上到抽象艺术了 而这台MT03呢 和他们兄弟几个的情况也是大傻不差的啊 而他们这种怪异个性的造型呢 其实主要是来源于他们这个 Dark Side of Japan 日本的黑暗面这种设计理念啊 毕竟在黑暗中诞生的 总是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不过这个仅限于Japan 而在我们这儿 黑暗中诞生的也可以是雇佣者 那03这种外观呢 其实我问好不好看啊 都是有点多余的 因为它的评价肯定是两极分化的 所以说我主要是给大家介绍几个 它外形上最有特点的地方 大家自己来看啊 能不能接受 那03上面最能体现怪异 Dark风格的 就是它的这个头灯啊 它既有老MT系列的那个双灯设计 同时又存在了新MT系列那种异形元素啊 可以说抽象派艺术的味道啊 是扑面而来啊 你看这个张这个大嘴的造型啊 像不像一幅世界名画 我给你们学一个 那它这一种一上来就挑战你 审美极限的大灯造型啊 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极有个性的厂家 就是绅士 他们的那台幽灵250啊 不能说多跟它有形似吧 但是在艺术的追求上 我只能说是速度同归了啊 而且幽灵呢也是黑暗中的产物 而且介于这个版本的03啊 是2020年才出的 而幽灵250呢是16年出的 所以我单方面宣布啊 绅士比亚马哈更懂什么叫黑暗 那除开可能会有最多槽点的头灯啊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 它这个车身结构啊 也是有点怪异的 我把它概括为又小又大 小呢是在车身尺寸啊 03和普通的250的尺寸呢 其实差别是不大的 250的街车 后轮只有140啊 座高也仅为780毫米 看上去呢整车是很紧凑的 我骑上去呢也是很难看的 但当你俯视过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车的油箱又大的莫名其妙啊 我记得我们当初第一次去看0310车的时候呢 旁边正好停了一台Z900 RS 一台规规矩矩的准公升直列四缸车 竟然在油箱的宽度上 被这么一台小排量给比下去了 像03这一种下半身很细小 油箱又很雄壮的搭配呢 又让我想起一幅世界名画啊 看得出这台车的艺术成分很高啊 那它的油箱如此设计啊 其实是刻意为之的 实际的表现呢 对于整个骑行体验啊 的确有很大的影响啊 这个我们后面再细说 那虽说它这种日本黑暗面的这种 很中二很dark的设计啊 给人的感觉很怪异 但是这台车的设计完成度呢 其实是很高的啊 它首先啊 把新款这种黑暗诡异的感觉 都已经传达到了啊 传统的MT家族的logo的元素呢 它也融入的很自然 虽然说你乍一看 除了油箱啊 这个仪表这里呢 这几个logo以外都没有MT的元素啊 但实际上你俯视过去的时候呢 无论是车身的尾部 还是油箱的造型 以及车头的轮廓啊 你都会发现 全部都是这个logo的元素 植入的是很自然的 但是这里要提一下 R3的尾部啊 和这个MT03除了贴化不一样以外 都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里面 必定有一台车 它在偷懒 那如果以我个人的喜好 来评价它的外观啊 那就是当我看到 这一台MT03的第一反应啊 就是觉得 设计这个车的人 脑子一定有问题 但是第二反应就是 我脑子应该也不正常 外观呢 咱们就算是过完了 接下来让我们再走近一点 鉴赏一下它这个 细部的工艺啊 那么首先是拼装工艺啊 其实这台车在车架 减震脚踏人机械结构的层面呢 是没有大毛病的 但是剩下的地方呢 就让我有点火大了 尤其是当我看到 它这个车灯的塑料板件的时候 我都懵了 我的表情跟它这个车灯造型是一样的 它这个板件 歪的嘛 那叫一个离谱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 听别致啊 车身的其他地方 倒是没有发现这么夸张的瑕疵啊 但是总体呢 也是比较松垮的 水平仅仅只能说是可以接受啊 那车头这种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其实它总体的表现呢 是还是不如CB400F那种很朴素 但是很公正的情况 MT03的汽水用料方面的总体表现呢 和CB400F啊 还有Z400呢 都是属于一个等级的啊 其实是符合这个级别 进口车 还有合资车的表现的 只是说在大街上的用料呀 设计工艺上的用心程度呀 03呢 要比他们做的更多一点 比方说它这个后摇臂啊 不同于那两位的 那看上去极为先进的大方管啊 它是有一个受力形状的设计啊 实际的使用中的东西咱们先不提 主要是观感上就要给人一种更高贵的感觉 同时啊 它在汽水配色的拼接和层次感上呢 也花了更多的心思 它的油箱啊 侧板啊 挡泥板 以及轮毂啊 都使用了更多的颜色和风格的漆面 搭配起来呢 也不显得突兀 但是在小部件的用料啊 以及汽水的质感 和实际看上去这个做工的精致度来看呢 它是这三台车里面做的最廉价的 像03的脚踏 牛脚 绳 手把这些小零件啊 就是能抠则抠 汽水的表现呢 也没有CB400F来的精致啊 它的线束呢 也不够整齐 金属线的表面也做的很粗糙 比如说它这个后摇臂啊 是经不起细看的 那总的来说啊 在看起来的层面呢 我认为03啊 是这三位里面长得最有个性啊 涉及的最花心思 但是把它的减震摇臂一遮呢 它的整体质感啊 就是这三台车里面最廉价的了 而讨论我们把比较的范围啊 再拉大一点啊 和那些差不多价位的国产车去相比呢 其实这台M703啊 其实也包括一众入门级的进口车 单论看起来的工整和精致度呢 它们已经在渐渐的失去自己的优势了 那这台M703啊 以它39,800的价格来说呢 它的配置在规格和丰富程度上 也就是说量上的表现呢 其实是要分两说的 如果说它和那些国产车或者是欧系车 比如说Duke 390去相比呢 它这个配置 455等于没有 那么和贯彻抠自觉的日系车来讲的话呢 它这个配置就仿佛要先进了一点 那我认为这台车看上去最先进的地方呢 就是它这个大灯啊 造型就感觉是来自于未来的 反正现在人类社会应该产生不了这样的艺术 而它实际的表现呢 就没有以前那种中看不中用的感觉了 在实际的体验中呢 亮度是不错的 而且铺路的范围和自然度做得非常好 看起来呢 这个灯光效果很舒服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仪表啊 和它老相一致啊 用的很朴素的单色仪表 它的可视度和线性显示呢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仪表和R3 唯一的不同就是 它左上角有一个NP的小logo啊 那么此外呢 还有大小里程 保养提示 以及平均油耗等等功能呢 它和R3都是一样的显示效果和操作逻辑 用起来呢 是比较顺手的 当然科技成分是不高的 至于现在流行的主题切换啊 胎压监测和手机互联呢 想都不要想 而刚才所说的 它比老乡们先进的这一点呢 主要是体现在它的减震上 37毫米的KYB倒置前厂 看上去极为先进 观感上呢 就要领先贼400CP、400F一个时代啊 而它的刹身呢 则是采用了一个前单向双活塞 后单向单活塞的啊 这么一个配置 看不出品牌啊 搭配了前后ABS 轮胎则是使用了和川崎400系列 同款的邓陆浦GPR300 只是说规格略窄一点 为前110后140的形式 它也是同级别最小的 可以说看上去呢 它的硬件配置啊 的确是要略高于同级别一点点 但这个只是你的错觉 因为目前啊 基本上四个车都会配备的滑动离合呢 在这一台车上 它是没有的 所以说它的换挡呢 就很考验你的油力配合了 而且它的离合拉杆拉起来 也是有一点分量的 但总归啊 以它这个价格和定位来说呢 它的这一套硬件配置呢 还算是有一点性价比的 而且在观感上呢 也比其他车来得不好惹一点 因为在日系车里面呢 有一个规律啊 原厂就采用倒置减震的小排量啊 一般都是 很缺色 前几年的时候呢 我们测试过MT车系里面的另外一台车 MT09啊 混号就是扭力大师啊 那台车的发动机特性呢 就是动不动会让你的前轮往天上走啊 但是其实每一台MT车系呢 都可以叫扭力大师 因为MT这个名字呢 就是Must of Talk的缩写啊 但是这台03发动机的表现呢 没有0709那种MT车系 那种爆发力又强 爆发点又早 爆发带还比较持久 可以从头莽刀尾的感觉啊 是对不上我们认为扭力大师这个名号的 顶多叫扭力老弟吧 那这台车发动机的特性啊 还是要偏向于高转 只是说相对于同级别的对手 来说呢 它在高转更爽快的同时啊 兼顾了一些中低转的扭力啊 而且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 是有一点MT的风格的 但是归根结底呢 还是一台高转取向的机器 而且它这个排量也顶不起这个扭力来嘛 那虽说它拿不到这个直升 它的发动机表现呢 依旧是这个排量里面最为优秀的那一类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性能表现啊 这一次MT03的直线性能测试 神机如下 0到100 5.65秒 GPS急速 164表现为173 04成绩 14.35秒 尾速为144公里门小时 那它这个成绩呢 比起它的对手来说啊 其实是不算那么好的 这里面的原因呢 很多 首先就是它的排量 它的排量比起它的对手 多普遍小个15%到25%啊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排量差了 其次呢 就是它这个0百并不好做 那虽说03和R3的离合器都很好控制 但是R3它压住车头 03它却老往天上跑 估计是这个MT的基因在作祟啊 所以说最后我们只能比R3收敛一点的做一个弹射起步啊 因此呢 并没有出现最后越级反杀的剧情啊 而且它的这个性能测试呢 全段也都要输R3一点 尤其是急速拉得非常大啊 也看得出来R3的这套壳子啊 还是有点东西的 那虽说人有差距啊 但是和同级别的接车相比呢 差距已经并不算大了 尤其是在急速上啊 以它这个排量来说呢 这个性能表现啊 已经算是比较亮眼了 但是呢 我们在选车的时候啊 排量这个问题 归根结底还算是一个劣势 那其实0百只是我们参考性能的那一部分啊 其实在日常骑行的对比中啊 这一台03的设定啊 和实际体感呢 它营造出了一种比CB400F 以及没有改持比的Z400 都要有爆发力的感觉啊 因为这台车它本身的中低转呢 就不算弱了啊 五六千转就非常从容啊 其次呢 是它的转速响应非常的快 随叫随到啊 有一种KTM的感觉啊 一下子就五六千转以上了 直接就跳过了它这个动力的雷落气 而且它这个平顺性呢 让它即使在我们平常用比较高的转速 去日常骑行呢 你也不会觉得很窘惑 是无感的啊 但是不从容的点呢 就是你要比这些对手啊 要多换一个档啊 KTM不出败 KTM不出败 那以它这种表现来看的话 虽然说R3跟03发动机呢 都是一个高转取向的风格 但是在日常的骑行中呢 它们所呈现出的体感啊 带给我们的感受呢 差异是非常大的 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比起R3那种日常低速体啊 像个250的情况呢 要从容有力的很多 那在运作品质方面呢 这台03的发动机啊 也是很难跳出毛病的啊 不过它的风格呢 并不像川崎本亭那种 很润的日系车风格啊 运作起来 嘘嘘嘘嘘嘘嘘的啊 它是那种伴随着尖锐的机械运作声啊 有点像一种欧洲车的感觉 但是在出名品质上呢 它反而要比那两个日系车 来得更加细腻平顺 而且它高转延展性呢 也要比同级别的发动机 来着做得更好 它这种特性啊 和出力的感觉 结合在一块呢 甚至会给你一种 四缸机的错觉啊 除此以外 在发动机的振动控制 出力品质上 尤其是在高转的情况下呢 03也要总体比Z400啊 CB400F啊 要来得优秀一点 其实这三位的发动机啊 都是一个偏向于 中高转出力的特性 总体呢 也都是在良好 或良好以上的水平 但如果你究其细节呢 它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CB400F啊 它是一个低转振动 偏向于无感啊 做得更好的 其实在这三个里面 但是在高转的时候呢 它的振动会陡然加剧啊 发动机呢 还会伴随着撕裂感啊 这个感觉很不好 而且转速的响应也很迟缓 和在中低转的时候跑一跑 Z4版呢 则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各方面都要粗糙一点 03呢 表现的其实并不是说没有振动 而是它把这个振动呢 都控制在一个很容易忽略的程度 而且它这个振动 从低转一直拉到一万多转 区别都是不大的 当然这个发动机啊 它也不是完美的 它有一个让我们一直不爽 也花了我们很大功夫去验证的问题 就是它在换挡时的冲击感 和开油时的顿挫感 我们当初说过啊 好的换挡感受的叫做 不长不短 嘎蹦脆 随心一挑 吸入味啊 那这台03呢 其实做到了绝大部分 它的行程啊 力道啊 都是无可挑剔的 但是在吸入味的时候呢 路的不是很贵啊 有点波折 尤其是在低挡换挡时呢 会有非常明显的冲击感 无论你是快 慢 还是无力和换挡 都会有明显的冲击感 只有在高转换挡时呢 才会得到缓解啊 因此啊 这一点的影响 对于不同驾驶习惯的人呢 是会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现象 放在任何一台车上呢 我认为都是一个问题啊 在这种沉迷已久的车型上出现呢 就更不应该了 而且这个问题呢 在R3上面还是没有的 那我们为了验证这个问题 出在哪里啊 我们期间也去测试了两台车的识比 简单的对比了两台车的飞轮惯量啊 发现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的发动机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而且也排除了这个是不是滑动离合带来的影响 那最后呢 还得是靠我们的大聪明老陈啊 把这两个车的ECU给换了一下 那么伴随着这台车的低转一下子就没有力气了呢 它这个冲击感也消失了啊 所以说这个冲击感的区别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ECU标定不同而导致的 那这个问题呢 也让这台发动机的综合表现呢 要略差于R3一点点 那么这个发动机的最后一个指标 油耗呢 我们跑了两轮啊 因为第一次啊 我们跑出来的成绩是3.9升百公里 这个成绩呢 在同级别中是偏高的 但是原因在人啊 因为我们当时拿到跑山的时候 跑得磨正了啊 停不下来了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 光在山上就跑了200多公里 大半箱油就这么拉煤了 所以综合油耗呢 就会高一点 后期换成日常街道通行的时候呢 就在3.5升百公里上啊 大概是在310公里的时候亮灯 结果它14升的油箱来看的话 续航和油耗的表现呢 还算可以属于中等水平啊 那这个数据呢 大家可以酌情的参考 因为我们测油耗的时候呢 一向都比较暴力 那说到这个油箱呢 我们就顺道来说一下 它的七星三角 因为刚才我有说过 它这个油箱 对于七星三角的影响巨大 那这个油箱之所以设计的这么大呢 官方是说啊 它是为了让驾驶者便于加持啊 更好的去贴合啊 在官方说的东西我肯定不信啊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帮人啊 男女中少高矮胖瘦都有 那么最后呢 得出了几个结论啊 一就是它的坐电表现啊 比起同体别的确是要更贴合 要更好 二呢就是它这个坐姿设定呢 对于个子比较高 腿比较粗的胖子呢 很不友好 三呢就是我是胖子 它这个油箱呢 除了更宽以外呢 其实还在两侧做了延展 留出了膝盖部分的空间 人坐上去的贴合感呢 的确是特别好的 身材正常的车友呢 只要顺着它的安排来 就会有一个很合理的骑行三角 这相当于它有一点点 辅助矫正你坐姿的效果 那这一点呢 对于新手来说 无疑是特别贴心的考量 但是这样的设定呢 如果说你的身高高于175啊 体重超过200斤 那你就倒霉了啊 你这样的生产呢 在骑上去以后啊 不做任何动作呢 还OK 但是你做一下换挡 踩后刹枕操作的时候呢 膝盖是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的 必须得移出去 所以说你们在视频中看到我 老是把腿打开 并不是想做什么帅气的动作 而是单纯的 脚卡不进去了而已 所以我认为啊 这是一个考量上的不足啊 因为大胖子新手 它也是新手 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 它就是一个很适合新手的 入门机街车了 座高呢 只有780毫米 人机三角的设定呢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运动街车 上半身微前倾 下半身略收顶的设定 而且得益于它人机设定上的一些巧思呢 你想去激进一点压一点的时候呢 姿态是很自然的 而且我们跑了小长途下来以后呢 感觉也不累 所以结合实际的骑行体验来说呢 它可以说是目前500cc以内 最好上手的运动街车了 那骑完这台03以后呢 我感觉啊 它虽说有个怪异的外观 发动机呢 也是有点个性的 但是骑起来大体 还是一个标准运动街车的风格 它又介于390这种啊 强运动和Z400这种休闲运动的设定之间 你问我为啥不提CP400F啊 那个车呢叫强行运动啊 而且它再加上这种MT车系 特有那种怪了巴基的风格呢 它总体就给人一种 稳中带皮的感觉 那么首先稳的是什么呢 稳的就是它这个车架设定啊 它的这个车架的取向呢 让这个03啊 在日常骑起来呢 更像是一台大车 感觉不是这个排量级的一个车子啊 它在日常骑行中呢 它的直线稳定性啊 要明显强于排量比它更大 体重比它更大的那些对手 骑起来呢 就感觉是像有一条线 一个轨道一般的稳定啊 而且在高时速的时候呢 它还能做到既稳定 车辆还是可控的 在弯道中啊 它这种稳定性呢 还会给人更强的信心 让你有勇气更快 更凶的去过一个弯 那好的点呢 我就不多赘述了 总之在这些场景下呢 Z400和03的车销表现啊 其实都是挑不出毛病的 而Z400的风格呢 就是骑起来更加的灵动 更自由自在一点啊 当然这两台车呢 在日常骑行中啊 都是属于灵活那一类 差距并不是特别明显 只是设定方向略有区别 那这一台03身上做的 最出彩的地方之一啊 就是它这一对减震设定啊 它比同级别做的更好的地方呢 在于坚固啊 在日常代步中呢 它的风格啊 竟然是偏向于 CB400F这种强弦运动 接舌那种舒适 无感的绿震风格 在面对那些坑坑洼洼的 它的表现是很从容的 而在于路面正中的处理上呢 它还要做的比Z400和CB400F 都要来的细腻一点 是带着一点那种 缓路缓出的高级感的 和宝马的310 那一对减震呢 是有点相似的 而在激烈一点的驾驶环境下呢 它的后段还能够更撑得住 但是说如果你的速度 再快一点的话 其实它的减震也有点勉强了啊 在实际体验中呢 780的速度跑3 03还没有啥问题 但如果再快一点的话 这一对减震就已经吃不消了 这其实是让我们觉得有点遗憾的 而跟R3相比的话 R3那一对减震的极限 则要来的远的多 在日常使用呢 其实是根本探不到头的 而且它的路面信息啊 和信心的反馈啊 这一对减震呢 虽然和R3的零件是同一个 还都是带着运动属性的风格 但是实际的表现已经是大不相同了 它们之间的差异啊 要远比宁甲和Z400之间要来的大 这可能是为了向MT车系的风格来看齐吧 因为07和09呢 为了营造出那种Q弹的风格啊 简直呢都是有点软角的啊 所以说如果你在这辆车之间肘蜀的话 R3和03之间啊 一定要想好自己 到底要追求什么东西 那这台车的刹车表现呢 在这一帮进口合资车里面呢 除了390以外表现是最好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级别的所有进口 合资车的刹车啊 除了390以外 就没有一个好的 这台车的刹车姿态还不错啊 刹车力道呢只能说够用 比它的老箱们呢要略好一点 然后拉软拉起来呢也比较生硬 综合表现呢只能说面对日常骑行 还是够用的啊 那相比之下呢 它的轮胎呢 就可以算是第一个瓶颈了 在日常和佛系跑山的状态上呢 它的抓地力还行 而它的问题是在于 如果你跑的奔放一点 它的极限和余量呢就会一下子用完 同时啊 抓地力呢还会表现得有点捉急 如果说这台MT03你想要玩的开心一点 必须要换一套轮胎 那综上所述啊 MT03的骑行表现呢更像是一个多面手啊 它既能做到轻松好上手 还能在日常代步或者是小长途的舒适性 与跑山的运动性之间做到兼顾 而且在街道啊 长途 跑山这些场景下 它的表现啊 面对它的那些对手 还能做到良好或者是良好以上的水平啊 是非常契合大家对于一台街车既能当工具 又能当玩具的需求 这一点呢 其实是相当厉害的 因为目前啊 一台车它想要把一个点做好呢 其实是不难的 全方位发展才见水平 终观全篇呢 其实这个家伙啊 有非常多的优点 但是和它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呢 我对它反而是有一点点失望的 当然这个并不是因为它害我亏了钱啊 这个是属于属于个人恩怨 失望的原因呢 一个就是因为它的拼装工艺啊 很不用心呈现出来的质感呢 也不是特别好 但这个不是属于大头 主要还是因为 它不像我以前所接触的什么07啊 09啊 这些MT的车系一样 有那么强的风格和个性啊 这台03呢 除了在外观上面还是特地独行的 但实质上呢 更像是一个标准的日系运动街车 而我所期待中的它呢 还要更有性格一点 当然呢 这个并不能代表它不好啊 它的发动机啊 减震啊 齐心感受啊 都要比对手要做的精致 还比对手要多一点点性格 但这些差异呢 已经无法大到 将它和对手明显的区分开了 因为这些点呢 可能远远没有排量呀 动力之类的给人的吸引力大 最后呢 还得是靠这个39,800的价格 才获取了大家的关注 那最后你要问我推不推荐这个车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排量和动力都够用啊 在骑机上追求的是更精致 丰富一点的体验 同时也不是一个高个胖子的话 我是很推荐去试试看的 尤其是对于刚刚骑车的观众来说 它将会是一台可以陪你走很远的车 此外呢 以它这个表现来讲的话 39,800的定价呢 也是比较惊喜的 而且这个价格应该大概也许不会再降价了吧 我的R3已经经不起再多的惊喜了 好 这么开心算什么 好 亚马哈R3降驾后 不同车主的反应 请问你对亚马哈降驾有什么看法 我只能说亚马哈没有信仰 你刚问什么来的 请问你对亚马哈R3降驾 不好意思 你刚问什么来的 请问你对亚马哈R3降驾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有很大的责任 我怎么刚买个新床